清洁公王泳池倒入上百条毒蛇 毒蛇迅速接近正在游泳的男明星 对方却浑然不知 一出水面 一条毒蛇张牙咧嘴用力咬了上来 男明星瞬间吓了一跳 连忙把蛇丢掉 可下一秒 所有毒蛇都涌了上来 他直接吓傻了 疯狂往岸边游 虽然成功脱身 但毒笑已经发作 男明星很快就晕死过去 殊不知这只是倒霉的第一环 保镖们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刚把男明星扛楼下 救护车就已经到门口了 他们也没多想 急忙把男明星推上车 完全没注意这些人心怀不轨 他们假扮成医生 实则想绑架男明星 就在准备离开时 真的救护车赶到了 医生问他们哪个医院的 他们立马急了 眼看装不下去了 男人直接掏出刀 让同伙先走一步 经过一番周旋 男人摆脱保镖成功上了救护车 男明星也被他们绑了回去 等到男明星再次醒来 眼前的人们并不是他的私生分 而是死者家属们 他们的女儿都死在了男明星手里 你敢相信 顶流男明星竟是连环杀人犯 一个星期前 小李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主动曝光自己就是15年前的连环杀人犯 曾经杀过十名女性 为了让众人相信 他露出了乡间 上面正是被追捕时重担的伤疤 接着他还将案发过程写成一本小说 名为我是杀人犯 里面是杀害十名女性的所有细节 还给自己洗白 说是为了忏悔才写书 这样可以杜绝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如此猖狂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分享自己杀人的快乐 法律却无法制裁他 因为他诉讼期已经过了 让人发指的是 由于小说极具真实性 刚出来就卖出一千万本 净赚三百亿 小李直接跻身世界富豪榜 更让人三观敬毁的是 小李因为帅气的外表 获得一大批脑残粉 疯狂追捧他 反而因为他是杀人犯更加爱他 不仅如此 小李还趁热打铁 为了让自己火出圈 临着大雨跪在死者家属面前 祈求他们原谅 惹得家属暴怒 然而脑残粉只会心疼哥哥 还谴责家属欺人太甚 小李还不满足 跑来警局找当年案件的负责人阿崔 嘲笑他十五年前被自己割伤嘴角 伤疤现在还在 一定过得很煎熬吧 看着猖狂至极的杀人犯 可阿崔却不能逮捕 只能对他吐痰已是愤怒 对方却更开心了 心满意足准备离开 阿崔喊住了他 请他吃隔夜的炸酱面 面对杀千刀的小李 死者家属们聚集在一起 一同绑架了小李 很快小李被绑架的事情轰动全国 碍于舆论压力 警方只能寻找小李下落 阿崔立马就猜出事情真相 但没有上报 反而只身一人找到小李 悄悄拉掉了电闸 家属们傻眼了 阿崔带上夜视镜 趁乱给小李松绑 把他偷偷救走 家属们立马听到动静 追了出来 还放猎犬出来寻找 家属以为阿崔是帮凶 企图射死他 结果不小心射死了猎犬 阿崔连忙开车远去 家属们陷入了绝望 明明就差一点 就可以给死者们一个交代了 阿崔碍于警察的身份 不能对小李动手 只好把他安顿在酒店里 过了两天 小李重新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表示这次绑架他的是狂热粉丝 他并不会追究 假惺惺的宽宏大量 让他有了更多脑残粉 似乎没人记得 他是个杀人如麻的凶手 阿崔并没有透露 是他救走了小李 因为怕让清醒的人寒心 然而丈母娘找上了他 因为那天晚上 他抓上了阿崔的脖子 立马就知道是他救走了小李 对他失望透点 气得扇他大嘴巴子 其实杀人犯不仅杀害了十名女性 在那之后还掳走了一个女人 对方正是阿崔的老婆 丈母娘苦寻女儿多年无果 对杀人犯恨之入骨 第二天 电视台邀请了阿崔和小李 做访谈节目 收视率蹭蹭上涨 出乎意料的是 在和观众现场连线时 有个神秘人说自己 才是连环杀人犯 电视台为了收视率邀请 连环杀人犯做节目 在和观众现场连线时 又蹦出了一个人 说自己才是凶手 节目上的杀人犯是冒牌货 众人纷纷傻眼了 这是在搞哪一出啊 到底谁才是真的 负责案件的警察阿崔 立马调查神秘人位置 结果对方正在他家里 阿崔急了 连忙冲回家里 母亲不见了 而且玻璃上放了张纸条 我说过 惹恼了我 就埋了你妈 15年前 阿崔和杀人犯 最后一次交手时 对方不仅威胁他 说如果他再步步紧逼 那就把他母亲刀了 然后环割破了他的嘴角 阿崔气的暴怒 只能砸东西泄气 结果卧室的门缓缓打开 母亲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是他虚惊一场 杀人犯只是给他警告 并没有出手 可以抬眼 就看见一个小黑 在对面楼里向他招手 阿崔迅速赶了过去 对方却已经离开了 在椅子上放了一把染血的刀 和录像带 里面正是他老婆 视频里的老婆苦苦哀求杀人犯 想死前再听一下阿崔的声音 那会杀人犯打去了电话 可当时阿崔并没有察觉异常 如今知晓的他 眼里只有愤怒和懊悔 看着老婆的模样久久不能平息 但他意外发现线索 在录像嘈杂的环境声里 抓住了杀人犯疏忽的一个细节 随即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声称要配合杀人犯演一出戏 在发布会上 阿崔把小黑留下的刀展示在众人面前 上面的血和自己的低内吻合 这把刀就是当年被凶手用来割他嘴的 小黑确实有可能是凶手 但小李肩上的子弹也确实出自阿崔的配枪 这两人之间一定是一个在撒谎 小李立马淡定地说 他家里的保险柜被别人撬开了 阿崔手里的刀正是他被偷的那把 一群人在街边看这场直播 小黑就混在其中 他决定邀请阿崔和小李 来一场线下对峙的直播 小李表示假的永远都是假的 他无所畏惧 来就来 关于真凶的直播备受关注 小李的脑残粉纷纷应援 一直把小李才是真凶挂在嘴边 仿佛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直播开始前 小黑在一棵树上做了显眼的标记 并拍成视频发给警方 表示这底下有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家属们也没有座椅代币 把剧毒注入钢笔 等到确定谁是真凶时 直接送他下地狱 备受关注的直播终于到来 小黑也不遮掩直接曝光真实面目 主持人问他如何自证是真凶 对方却表示请看大屏幕 这时导播连接场外 警方在小黑标记的树下 挖出一具骸骨 阿翠一看死者穿的衣服 就立马认出对方是老婆 丈母娘悲痛欲绝 她终于找到了女儿 阿翠气得头皮发麻 当场想暴揍小黑 反而让对方颇有成就感 这个证据足以证明他才是真凶 众人纷纷期待小李如何自证 结果小李却把之前的证词通通推翻 说自己不是杀人犯 而且小说也不是他写的 其实是阿翠写的 事情迎来反转 这一切居然都是阿翠策划的骗局 小李其实是第一位死者的儿子 得知凶手逍遥法外的那天 小李悲痛欲绝 决定跳楼结束生命 还没落地就被正在行驶的公交车撞毁容 阿翠救了他 还带他去整容 邀请他一同完成骗局 凭借阿翠多次和杀人犯交手的经验 非常清楚对方狂妄自大 如果对方知道有人假扮成他 不仅暴红混的风生水起 还赚得盆满钵满 那一定会心有不甘 势必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这样凶手就会自己蹦出来了 小黑得知一切后丝毫不慌 表示诉讼时效已经过了 不理解阿翠做这些的意义 阿翠愤怒地说要把你绳之以法 想知道老婆身在何处 至少知道了这些 再把你除掉 紧接着 阿翠放出了录像带 小黑看到自己的佳作被放到大屏幕上 笑得格外灿烂 殊不知因为自己的自大 疏忽了致命的一点 节目当众播放受害者的视频 杀人犯却笑得合不拢嘴 认为这是他的佳作 极其狂妄自大 却疏忽了致命的线索 在嘈杂的环境声里 响起了第14届总统选举直播的声音 当时是1992年12月19日24点 如今是2007年12月18日23点46分 距离杀人犯最后作案的追溯期 还有14分钟 杀人犯听完立马笑不出来了 连忙跪下来哭着求阿翠原谅他 可阿翠一想到老婆死在对方手里 直接扣动扳机 却遭到同事制止 子弹好巧不巧打到灯上 结果现场断电一片漆黑 杀人犯趁乱溜走 无视玻璃直接从三楼跳了出去 抢了路人的车准备溜之大吉 这时 家属开着叉车冲上来 把对方车举起摔在地上 准备再摔一次时 杀人犯从车里滚出来 家属连忙把车砸向他 对方灵活滚到一边 没死成 还抢了外卖小哥的摩托车 阿翠开着车不停追赶 可过于心急 疏忽了来往车辆 被货车撞翻 阿翠咬牙爬了起来 抢了货车去追杀人犯 终于拦下了对方 可对方牢牢抓着车头 迅速冲进了驾驶位上 把阿翠踹了出去 局势开始反转 阿翠吃力地抓着车门 顺利爬上了车顶 这时 小李开车停在路中央 及时拦下了货车 阿翠趁机打掉轮胎 货车瞬间翻了 随即阿翠和杀人犯打了起来 经过一番周旋 他用力勒住了对方脖子 这时他攒了15年的愤恨 结果又被赶来的同事制止 杀人犯猖狂地笑着 警察不能当接触刑他 而且逮捕他也不会执行死刑 就在这时 丈母娘冲了上来 想拿带有剧毒的钢笔扎死他 结果被阿翠制止了 丈母娘悲痛万分 他必须要宰了这个恶魔 15年来 家属都在期盼着这一天 阿翠并不想让丈母娘坐牢 自己夺过了钢笔 对杀人犯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 对方笑不出来了 低头一看 钢笔已经被扎进身体 下一秒 毒笑开始发作 杀人犯很快就口吐白墨下了地狱 阿翠给了11名死者交代 还保护了他们的家属 虽然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 但在出狱这天 所有死者家属都站在门口 带着感激迎接阿翠 这部影片由真实事件改变 也因为这部影片 韩国的诉讼时效从15年 改成了25年 在影片里 真凶是谁其实并不是重点 这个过程达到控诉反讽的效果 才是影片真正想表达的 把一个原本应该严肃悲伤的 连环杀人事件 变成了一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 嘴脸大揭露 许多人认为太过荒谬 电影或许是放大了一些细节 但不妨举个真实例子 2013年2月 影片里饰演小李的演员 被举报涉嫌强奸 立刻就有粉丝质疑 并表示能被这样的男人强 你的没白火 可见 电影来源于生活 却并不一定高于生活 在这个媒体 网络不断开放的社会 有一些言论和行动确实是 不断地在刷下献毁三观 的